美國大選備受爭議的計票機多米尼 問題層出不窮 目前有更多的證據顯示 機器會自動的把川普的選票計算給拜登 據瞭解 多米尼的投票系統使用了中國組件 美國法律界著名維權律師認為 中共用病毒疫情攻擊美國 還試圖用投票系統操控美國的選舉 是美國真正的敵人 根據大選預測機構Decision Desk最新預測 截至11月13號 有6個州在進行法律訴訟和重新計票 根據敵定的票數來看 目前川普總統以232票領先拜登的226票 隨著時間的推移 更多大選無必的手段被曝光 其中備受爭議的是大選中使用的投票機 第一次發現機器有問題的是密西根州的一名工作人員 因為機器故障改用手動計票 才發現機器計票竟然將6,000張川普的票 自動換成拜登的票 在內華達州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人林塞格雷厄姆表示 當地有數百萬選票需要經過電腦進行簽名認證 但很可能任何簽名都能通過電腦認證 那麼 這裡是否存在欺詐行為 川普總統引述美國第一新聞臺的報導說 Dominion計票系統在全美範圍內刪除2700萬張 投給川普的選票 數據分析發現 賓州有22萬1千張選票 由川普票轉給拜登 六有94萬1千張投給川普的選票被刪除 使用Dominion的州將43萬5千票的投票 從川普名下轉給拜登 據瞭解 美國大選中使用的計票機器 Dominion系統20%的組件來自中國 包括LCD控制板 觸控式銀屏和晶片組件 美國法律界的頂尖維權大律師林肯‧伍德表示 在過去的20年裡 中國共產黨已經滲透到美國 許多地方州和國家的政府官員和政治家 都被中共的金錢所扶持 或者成為中共敲詐的對象 美國人民面對的敵人既有浮在水面上的 也有錢長在水面下的 水面上就是現在大家都看得到的 大選舞弊 安提法之類的 水下的就是中共的因素了 左派勢力在思想和利益的根源上都來自中共 但是要認識到這一點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講是比較困難 林肯‧伍德其實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光對著水面的敵人開炮 而忽略了更為龐大的水下因素 伍德律師還說 現在美國正處於與中共的政協大戰之中 希望更多美國人能清醒認清真正的敵人是中共 他對民主黨和中共利用投票軟件剁弊的指控 和川普律師團隊的另一員打架 前聯邦檢察官史伊尼·鮑威爾他非常相似 目前使用的Dominion機票軟件不有缺陷 很有可能就是故意設置的 這些系統內有中共的軟件和其他組件 他還認為美國國防情報局應該對此進行獨立調查 中共涉嫌為了讓拜登當選而掏空了這種選舉 美其印度裔科學家希瓦是美國第一個擁有 電子郵件系統版權的發明家 同時也是麻省理工的博士 他在YouTube平臺上發布了影片 詳細解釋他的團隊 對密西根州四個縣的選票數據進行的分析 指出 至少有6萬9千張投給川普的選票 被計算軟體移給拜登 希瓦在推特對川普和拜登喊話 願意把自己團隊的研究結果公開給兩方陣營審查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特雷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美國大選確實發生選舉欺詐行為 他舉例內華大洲被發現 有1萬張非本地居民的選票 還有計票員被拍到複製作廢選票和填寫空白選票 這些都是應該有觀察員在場的 沒有依法允許觀察員監票的做法 就是非法選舉